我婆婆是一個 她沒有辦法去挑戰她的規矩的人 因為我婆婆是一個 她的水果拿出來一定要切丁去籽 所有的水果都是 包括像芒果 西瓜 葡萄 柳丁 荔枝 龍眼 你們想要的水果 葡萄也 葡萄也要去籽 對 龍眼 然後連葡萄 她都會拿牙籤 把籽調掉的那一種 這麼費工 龍眼去籽怎麼去 就是她會拿那個湯匙 或者是她先會把那個皮 那她的那個肉 我剛才要把她的那個籽挖出來 對 然後有一次我不知道 我就想說 那個西瓜應該不用到 每次都去籽吧 所以我就西瓜 我沒有去籽我就端出來了 對 就端出來之後呢 我婆婆就看到怎麼沒有去籽 但她沒有講 她就去拿了一個盤子 把我公公的要吃的就挑起來 挑起來之後 她就自己把籽挑掉 她說你們的老公不顧 我的老公我自己會顧 其實她會自己把 對 就把她的籽都挑掉 我想說 小孩還沒有跟老公結婚之前 就開始在她家幫忙掃地 打掃了 對 因為他們家比較特別就是 我老公他們家是三兄弟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 嫁到他們家的時候 他們 她父母覺得說 既然你們都已經 決定要嫁進來了 那你們開始分配工作 就是未來的工作 就打掃工作什麼什麼 就說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 所以在還沒嫁進去她家的時候 我就開始就是要學會打掃 然後洗全家的衣服 然後跟煮飯 就是我們要輪著洗 輪著做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比較辛苦的是 因為他們家是四層樓 然後他們的樓梯是要用手 就是提著水桶這樣子 慢慢脫下來 那那時候就覺得很辛苦 就覺得說天啊 我要這樣子脫好吧 那時候又還有在上大夜班 就有一天我大夜班下班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拖地 就已經覺得自己很狼狽 因為頭髮夾起來 在那邊拖地 拖一拖 之後就看到 我小叔那時候 其實我還沒嫁進去 我小叔就跟他老婆 就下樓 然後準備要去拍婚紗 然後剛好我公公出來看到 就看到他們說 你們要去哪裡 他說我們要去拍婚紗 但是我是在旁邊拖地 但我公公看 他眼裡是沒有我在那裡拖地的 然後就看著他們說 那你們等一下拍婚紗 要注意安全 路上小心喔 不要太累 太辛苦喔 那時候我想說天啊 我在拖地 怎麼沒有人說 叫我不要太辛苦 而且你拖過的地方 你公公還踩過去 我整個自己傻眼 想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忍著 水桶拿著 抹布拿著 我就衝回房間 因為其實那時候 眼淚已經寒著 我就衝回房間 然後打電話給我老公說 我說你知道剛剛怎麼了嗎 他說怎樣 他說我就跟他講事情 他說 怎麼了嗎 有那麼嚴重嗎 妳哭什麼 即便這樣子 妳還是嫁給他了 對 然後結婚之後發現 妳要做的事情其實更多 對 因為結婚之後發現 其實煮飯這件事情 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他們家人口真的太多了 因為我有兩個小叔 再加上他兩個老婆 再加上我兩個公婆 所以其實大人就八個 八個 然後再加上 就是小孩 然後小孩我自己是四個 然後他們就是各兩個 那那時候我還沒生 想到頭就昏了也好 好多人喔 煮一大桌耶 對 所以我每天 但還好我只有煮晚餐 那我就是煮晚餐 然後就覺得好吧 那我就煮 妳一個人負責嗎 對 我一個人負責 每天晚餐 對 每天晚餐 那不是要只 還是只有晚餐喔 對 你們知道每天都在辦桌 對 然後到了 但是我覺得晚餐 好 這就算 因為我就覺得說 可能小時候在嫁 我媽媽就覺得說 妳結了婚嫁人 就是要這樣子 我就說好吧 那我就煮晚餐 結果沒有想到我婆婆是一個 她沒有辦法去挑戰她規矩的 因為我婆婆是一個 她的水果 拿出來一定要切丁去紙 所有的水果都是 包括像芒果 西瓜 葡萄 柳丁 荔枝 龍眼 你們想要的水果 葡萄也要去紙 對 龍眼 然後連葡萄 她都會拿牙籤 把紙調掉的那一種 這麼費工啊 這龍眼去紙怎麼去 就是她會拿那個湯匙 或者是她先要把那個皮 那她的那個肉 我剛才要把她的紙挖出來 對 然後有一次我不知道 我就想說 那個西瓜應該不用到 每次都有去紙吧 所以我就西瓜 我沒有去紙我就端出來了 對 結果端出來之後呢 我婆婆就看到 怎麼沒有去紙 但她沒有講 她就去拿了一個盤子 把我公公的 要吃的就挑起來 挑起來之後 她就自己把紙挑掉 她說你們的老公 不顧我的老公 我自己會顧 其實她會自己 妳壓力好大 對 就把她的紙都挑掉 我想說 那像我們過年的時候 也是因為過年就是 他們家過年親戚來 就是大概二十幾個人 又是妳 對 我要 因為婆婆要招呼親戚 她也沒有辦法幫我 那因為小叔 他們的老婆也不在 可能工作啊 然後就又搬出去 反正也不在 就剩下我一個人 我要就是忙前忙後 其實就從中午開始 忙... 以前好不容易 煮完弄好之後到八九點 其實真的都很忙 弄好 我要吃飯的時候 發現其實也沒有飯菜了 就吃光了 因為大家都吃光了 妳有留給妳嗎 妳老公沒留給妳 沒有 她就覺得 她就想說 還有菜啊 有這麼誇張嗎 那時候我也有跟老公說 你們怎麼都沒有人留菜給我 她就說 還有菜啊 她可能的 她眼裡的還有菜 就是還有那些剩菜 她沒有想到 可能一兩樣或三四樣 對 她覺得這些 妳夠吃了啊 不是嗎 等一下這樣 妳沒有跟她稍微抗議嗎 妳沒東西吃了 我老公就是 有這麼嚴重嗎 還好吧 那是他 那妳呢 我當下我有哭 那我真的是忍了 其實忍了很久 但我就前幾次 剛開始我都會哭 剛開始我都會默默的掉眼淚 就覺得說 可是這不是 這好像不是應該的 她說 不是啊 你沒吃飽 你看你等一下要吃什麼 你再跟我講 我再帶你去買就好 有這麼嚴重嗎 她就會這樣子 對 浩如嚴不嚴重 妳還沒離婚嗎 對 妳是發自內心的 妳離婚了嗎 還沒 我覺得妳老公好像 娶一個傭人 你們的家族好像 娶一個傭人來的感覺 算了算了 還沒講完 她還要讓她老公上酒店 對 因為我們家是做 就我公公他們家 是做那個傳統產業的 然後可能就是 有時候要帶客戶應酬 然後因為我老公是長子 所以兩個小時候的老婆 就聽到說要應酬這件事情 就說不行啊 我老公不能去 兩個都說不能 那我身為長型 我就說 好吧 所以我就說 他們就覺得說 妳如果再不讓我去 那這家公司誰要顧 那就沒有辦法 讓我們家的家計 都在這家公司 這家工廠 那怎麼辦 那我就說 雖然我聽起來 覺得很不合理 為什麼你們的老公 就可以不去 我的老公就一定要去 但是我好像也不能拒絕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那妳就去 可是慘的是 就是他們去完酒店之後 我還要在家裡 坐牢 我要等她 等她喝完酒 打電話給我說 我們喝完了 妳現在過來載我 妳要當代價 對 然後我又再開一段路 然後去到酒店 我除了載她以外 我還要 妳說晚餐 不是要做了嗎對不對 對 所以晚餐要等她 半夜去接她們 對 然後接完她們 還要再把客戶 一個一個送回家 然後我送回家之後 我再回家 我們再回家 回家之後 可能已經兩三點了 她倒頭就睡 但我早上還要起來 用小孩 我可能還要去買菜 對 就會覺得說 這樣一直到最後 甚至還有那個 酒店小姐打電話來 然後我就說 妳放擴音 她說好 就放擴音 她就說 王先生也很久沒有來了 我說 酒店口客 她就說 這又沒什麼 我老公就說 這又沒什麼 就很久沒有去而已 對 我就很久沒去 我說不是 這不合理吧 怎麼會 你去到 他已經打電話 你留電話給人家 到人家打電話問說 王道我好久沒有來 那種的 我就覺得很不合理 但我老公覺得說 沒有那麼嚴重 妳想太多了 他就是都一直這樣子 妳怎麼好像很容易 被他洗腦 對 我那時候就覺得 那妳呢 妳的感受呢 後來我大概忍了 十年吧 才覺得這一切是不合理的 對 那十六次真言 妳做得太好了 什麼情況讓妳 終於覺得妳忍無可忍 我是到了 就是因為我 我結婚大概十年的時候 我就生了第二胎 然後我第二胎是三胞胎 然後因為我生了三胞胎之後 因為那在懷三胞胎的過程 其實很辛苦 對 然後那時候因為是三胞胎 所以很多醫生都說 叫我減胎 那那時候我就 因為我住台中 我就從台中 一路找醫生找來台北 那其實沒有醫生 願意讓我留下三胞胎 就說要減胎 然後我老公就罵我說 妳瘋了嗎 妳為什麼不減胎 我說我為什麼要減胎 這都是我的小孩 為什麼我要減胎 他就說 妳有想過未來的日子 怎麼過嗎 我說就這樣過啊 怎麼過 他說你知道四個小孩 負擔非常的大 我說可是都是我的小孩 我沒有辦法做出 減胎這個決定 然後後來就在台中 也找到一個 就是願意幫我接生 三胞胎的一個醫生 然後想說好 所以我就生了三胞胎 後來去住了月子中心 那到月子中心的時候 也是因為這樣子 去遇到一個貴人 這個貴人就是 那個月子中心的婦產科醫師 他那時候來看我 他得知我 就是生三胞胎 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 我跟你說 你出了這個月子中心之後 所有的事情 都不要懶在身上自己做 如果有人幫你做 你就放手 你千萬不要客氣 就是你放手讓人家做 只要有人開口 你就不要說不 你就是好 那你做這樣子 我那時候其實還不太懂 為什麼 然後後來 他來巡訪幾次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之前有一個 就是產婦 他是生雙胞胎 但因為他責任心太重了 所以他所有的事情 都自己做 自己做到最後 他再次得到他消息的時候 他已經是跳樓自殺 受不了了 對 所以他就是看到我這樣 他很擔心我 他就覺得說 你一定要放手 對 我就放手了 然後我就真的是 那時候就是跟我老公吵架 因為我每次跟他吵架 他都是無所謂 他就會覺得說 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你想太多了 然後他就是倒頭就碎 所以我就很生氣 我就 好 你覺得沒那麼嚴重 那我就 小孩帶著 然後我就回家 終於硬起來了 對 我就回娘家 然後我這一回去 我就是一年了 我就回去 我就跟他分居一年都沒有回家 然後那時候我公婆 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你們兩個到底要在一起 還是要分開 也是要有一個結果 結束 然後他們 我公婆就拉我家 就覺得 其實一來覺得說 我可能我無理取鬧 因為你這樣子離開 家裡那麼久 你什麼都不講 然後就來我們家 就問我說到底為什麼 然後我就告訴他說 我老公他都上酒店 然後都到隔天早上才回來 然後一回來 什麼事情也都不做 因為他們家的男生 就是只要負責 可以呼吸就好了 其他家事就是 都是女生在做 所以我就覺得 他做這些事情 你們都不知道 然後已經講到 我媽媽在旁邊哭 媽媽都心疼 女兒聽下去 對 媽媽聽到在旁邊哭 然後可能一開始我講 我公婆可能還覺得說 有這麼誇張嗎 然後聽到 看到我媽在旁邊哭的時候 這好像是真的 因為我媽已經哭了 我媽說 你都不知道我女兒怎麼樣 我媽就已經哭慘了 後來 我公婆就覺得說 好 那他們說 那我們回去 就是跟她兒子講一講 我說好 就回去 回去之後隔天 我老公就來了 他就 應該是前一天晚上 這樣被他媽跟他爸爸 罵得很慘 他隔天來就真的是 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他就看到我就說 沒關係 如果你不想回去的話 不然我搬來這裡 跟你一起住 然後看你想怎麼樣 如果你想要 就是這樣子生活 沒關係 那你開心就好 這樣就是他的態度 就完全是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就是他也願意說 他說要陪我住在娘家 然後陪我照顧我媽媽一陣子 這樣因為那時候 我媽剛好生病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有轉變就好了 所以我就繼續容忍他 所以又回到原來的生活 對 我就又繼續 回到原來的生活 他還是去酒店 酒店就比較少了 但是他就是變成說 他願意把那些時間 來陪小孩 OK 又改變了 對 那還是每天要煮晚餐嗎 自從就是生了三胞胎 那個聽到那個醫生 跟我講完之後 的那一刻起 我回到加州後 他們說 那晚餐就是怎麼樣 我說我不煮 我說妳為什麼不煮 說我不煮 為什麼 我說那妳要幫我洗小孩嗎 妳要幫我帶小孩嗎 對 四個小孩夠累的耶 對 我就說 而且我又全無奈 我說你們要幫我洗 我說我要洗衣服 買菜 煮飯 然後忙了一輪下來 已經晚上那麼晚了 我還要再幫三個小孩洗澡 我很累 我說妳要幫我做嗎 他說 他們就沒有人說 我說好 那沒有人要幫我做 那我也不想做 對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 女人真的不能太委屈自己 我去年就出國五六次 就一言不合 就刷機票 我就飛出去了 這應該有感覺了吧 對 他就說 我們家的人覺得 妳好像有一點太常出國 我說那妳就不要讓我不高興 我就不會常出國 所以妳覺得妳反而 妳硬起來之後 老公的態度反而變好了 對 她反而就是不敢再 就是再這麼囂張了 OK 好 所以女生要有底線 阿姨妳怎麼看她的轉變 自立自強 真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每個人的界線要拉出來 其實妳的沒有界線 就是造成人家踩妳 人家說柿子都是 撿軟的捏 對不對 所以公婆 老公都一樣 那妳越是軟 對方就踩得越深 軟土伸絕 就是像妳這樣 所以妳一定要把這個 把這個底線拉好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她只是不自覺的 對 其實她發現 妳也有妳的堅持的時候 她不見得會不體諒 只是她沒有想到 原來真的是這麼嚴重 就像妳老公 對 所以這樣做是對答 也會對妳比較 對她也比較好 對 我反而覺得這樣之後 我過的日子也比較輕鬆 也比較開心 OK 好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妳的親朋好友吧